花莲门诺医院的总执行长赵福后 参与门诺医院的医疗、社福、长照等工作 长达32年 在27号上午院方特别为他举办了荣退的典礼 包括了前县长吴水云、先任县长徐真卫 花莲市长魏家贤等各界贵宾和门诺机构的同仁 都前来参与 赶佩赵福后带领门诺走过了艰辛的水月 守护东部偏乡的医疗 而在现场也扬映着温馨和不舍 曾担任门诺医疗法人自开中心的副总执行长 总执行长赵福后 曾与门诺医疗、社福、长照等相关的事工 至今已32年6个月 今年将卸下责任从实退休生活 27日上午院方特别举办72周年 愿庆赶恩礼拜祭造福后总执行长龙退典礼 赶佩造福后带领门诺走过艰辛岁月 因为看到了最弱势的需要 因为听到了最微小的呼唤和请求 所以门诺愿意走到边疆 走到最角落 去伸出那一支温暖的手 真的是上帝给予花莲的恩典 也是胜利与门后的恩典 而更是上帝给世界恩典 我想这是今天 我在这里要给赵总执行长最大最大的肯定 以及我相信大家对总是心长的心情还有肯定 总执行长一直以来默默承担 不久回报的贡献是三十几年来 在温柔走向现在化 稳健经营持续服务部队的幕后推手 赵总理长除了努力在机构的稳健经营 健全的发展 更怀心机构同工的福祉 一直划心在为前机构同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在机构有限的支援下 建议提供同工更好的福祉 这是赵总执行长面积暂时的心愿 来到化年现场实际帮忙 经历22年半的艰辛岁月 完成了最艰难的三个阶段 处理解决重要的一些问题 建立了妥善的组织架构 制度违反人才的培育 预算的指标目标 年度的目标 短中长期的发展的计划经营的基础 如今阿姨已经老迈了 过去两年家人生病 阿姨在工作跟家庭之间两头忙 去年7月自己也腹泻到肠根挂急诊 就体会到该卸下重责大人 留点时间照顾身体 交往给年轻有奉献新的后景来承接 1991年门诺医院在柏罗兰创办人返美后 营运一度陷入困难 甚至传出倒闭的可能 为此门诺会特别拜托 承担了美国运通台湾区总经理 在金融及经贸界有着长才的照顾后 临会受命前来帮忙医院渡过难关 照顾后勉励门诺所有同仁 在监困环境中仍要屹立不遥 继续坚持守护 典礼简单隆重 各界贵宾前来致意 并执政退休讲座 纪念了一品语花束 现场洋溢着温馨语不舍 记者长帮宴华林市报导